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少有人可以从开始就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知道 在我们没有确定的方向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崇拜的人 然后模仿他们 我们很难百分之百完全模仿别人 我们会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 慢慢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科比曾说过 他的动作都是模仿他所崇拜的篮球明星 但是他发现自己和他英雄没有一样的身体素质 所以才开始慢慢的有了自己的风格 变成了现在的科比 所以我也介绍了正确的托误和错误的托误 欢迎大家听下视频来看一看 秘密做好工作并与人分享 你可以分享一个自己喜欢的事物 开始分享它 一开始的时候 不会有什么人关注你 这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你不会有任何压力 可以实验自己想要实验的内容风格 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 所以在开始的时候 享受这段时间 还有一些时候 我们会担心别人会偷走我们的点子 这时候我想用这句话来安慰大家 别担心别人会偷走你的点子 如果你的点子足够好 你需要卡着别人的喉咙给他灌下去 如果你真的很担心这一点 你也可以选择只分享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毕竟你是那个点击上传按钮的人 创语是在做减法 每个人都只有一个终点 那就是死亡 我们的时间并不是无限的 没有什么比觉得自己有无限选择 更令人害怕的 其实有时候有些人选择 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 美国著名童话作家Dr. Seuss 曾经用236个词写下了帽子里的猫 他的编辑和他的大度 他没有办法用50个词写 童话故事 Dr. Seuss最后赢得了赌局 用50个词写下了绿鸡蛋和绿火腿 这本书成了美国著名的童话故事 长小树 大家学到了吗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